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加入我的LINE AT 那今天还不错 涨了一百多点 一百多点 昨天跌70点是亚洲市场上跌最重的 今天反而是亚洲市场上涨的 不能算涨最多 今天涨最多的是让大家最意外的 叫做什么 叫做香港股市 香港股市涨最多 香港不是反送中最近很激烈吗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最后来提到台北股市 今天最后涨99点 涨99点 那白点 今天刚好打到季线 家电指数的季线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0050 贵买都已经突破季线了 所以季线上去实在问题不是很大 那这个大盘现在最需要什么 这大盘最需要什么 我这几天跟大家讲 我们来讲一个案例给大家听 这种股票有没有 你看这个股票 我们之前讲的时候在这个附近 你看它莫名其妙涨这么一大段 涨这么一大段 涨这么一大段 我心向已经涨停了 心向第二季赚6块多 4994的你看这更扯 上半第二季才赚1块左右而已 但是6111的第二季是赚9块 你看位置在这边 这个位置跟今天那没什么涨 不过我认为明天它就要飙了 因为合理的 因为所有的网路的都概念都涨上来了 这个大盘现在最需要的就是 基本面好的 这个赚9块多第二季 比心向还多 那心向第一季它赚不到1块 所以加起来大概9块多 大概10块左右而已 可是就像心向 上半年不过赚11块 也不过多那1块钱而已 你看那股价是这样子 股价是这样子 大宇之啊 而且它最旺是在第四季 每一年第四季就是入账的高峰 你看第二季就赚9块多了 你想这个后续的发展 底部那么 这涨上来得了 外资券商法人都在160 还有看到200的那个目标价 好 这个还不是我要讲的 我认为有一些股票上这种的 有没有也是在底部啊 一样底部啊 交2439的美率 一样是在底部 4943的你看 有没有 这个在这里 他们两个都是力训 中国大陆力训精密的合作伙伴 那力训的股价已经写下历史新高了 那这个股票更有趣哦 这个股票对前 对不起前半 讲太快哦 前半年 还亏 股价一百七十几块 一百八了 股价是这样子涨的 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涨的 股价是这样子涨的 没有看到 那这个呢 前半年赚了六块左右 按照他讲他回到来到这个 一百八了 两百都刚刚好而已 这才刚刚好 这不合逻辑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快要动了 还有呢 贵买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股票 像六二三年 这个大家都不会涨了 搞不好这个公布九月八月营收还会衰退 这七月营收都衰退了 通常衰退会连续的啦 最好的情况是七月已经衰退了 这不涨了 贵买现在最差什么 最差被动元件 最差被动元件 你看这一个 这一根红棒涨停板 到今天为止 虽然没有什么大涨 但是啊 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大涨什么 但是都没有来回补缺口 这个叫国具 2492的华星科 请你务必要把握 因为他 因为这个还有 还有华星集团的概念在里面 连续几天你看 连续几天都是十字线 这要嘛就大跌 十字线就转折嘛 你要嘛大跌 一嘛就直接要上去了 我堵他上去 六四八八的环球金 你看一下 环球金有没有要跌 环球金是OTC最重要第一名的全政府 等于那个台积电是 是上市的第一名全政府就对了 那这怎么可能不动 这不动就没有跪埋了啊 因为你看那些PCB啊什么都涨 涨那么多了 怎么可能再继续涨呢 总要休息一下吧 你唯一能够能够让这个 这个这个OTC啊 OTC的指数有没有 这个OTC的指数 能够再继续攻的话 环球金最重要 中国大陆最强的半导体的出积电都上来了 而且中国大陆股市会越来越强 香港礼拜六礼拜天打成这样子啊 但现在都还在抗议啊 而且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 香港股市今天开始大涨了 中国啊 这个内地他们叫内地的资金 跑到这个A股叫做北上 那内地的资金跑到香港叫做南下 连续23天啊 内地的资金跑到香港 当然了是中国的资金跑到香港 不管是不是要抑制香港股市 不过也要稳定香港的金融 香港只要解放军不要过去 武警过去处理这些事情够了 终究要告一个段落 所以这个是啊 那香港股市能够大涨 入股股市就能 入股就会大涨 入股现在跟我们一样啊 都在重要的关键时间点 我们会因为大陆股市而涨 我们的中小型的电子股会涨半天 中小型的电子股 而中小型的电子股 现在少了两个东西 一个叫国具所引领的被动元件 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没动啊 你看底部已经出来了嘛 有没有看到 底部已经出来了啊 有没有国具被动 底部已经出来了嘛 底部已经国具 然后呢 六四八大的环球金 这个最重要 那平概股呢 我刚才说过 中国股市最强最强的 我们现在讲这个平概股啊 就讲蓝牙耳机啦 无线蓝牙耳机 无线蓝牙耳机 大家都一直放在那个PCB 那个是没有用 真的无线蓝牙耳机 要有那个升学元件的 所以中国大会就涨升学 像格尔森学 力讯科技 讲无线充电跟这一些的 跟台湾的在做PCB这一块 PCB基本上它还是推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5G的基地台 并不完全 你说PCB 我们就简单一点 PCB叫做电子之母 谁都用得到 你说还有什么叫做蓝牙耳机的概念 是差不多差不多的意思的 但是这个蓝牙耳机的概念 一定跟声音嘛 耳朵跟那个升学元件有关系 跟扬声器有关系 跟无线充电有关系 这是标准的美律啊 今年一直没有被看好 法人也没有看好它 因为它基本面是 是有点小衰退 但是因为苹果 苹果下半年 这5月6月份才 这个蓝牙耳机才整个爆发出来 明年有1亿个人会使用 单单苹果就有1亿个人会使用 苹果的蓝牙耳机 你说这个重不重要 我刚才跟大家讲 5340啊 有没有 像这种的有没有 我为什么讲到它 不要太早卖掉 你好好的抱一下 611 这个绝对有机会跟3293的来做比价 绝对有机会的 6111的大鱼之 绝对有机会来跟这个做比价 这样同意思吧 这个可以比较的 2327的看来就是不弱 中国 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被动元件 是在日本的什么春田太阳又电 其实这个某个角度上 我们要开始做修正 因为5G用到最后的时候 被动元件也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题材 用量大了嘛 那被动元件这个中国股市的被动元件 有一档比较风华高科半个月了 涨得快快要五成了 四成多快五成了 这怎么可能没有动 我们台湾又不是什么名列前茅的 什么被动元件 一定会跟着中国大陆被动元件动的 所以你要把握2492的这个 注意哦 这个应该 应该不出所料明天后天或者下礼拜 一定会出现一波飙涨行情 你可以拭目以待 好 那台股新攻略还是祝福大家 欢迎你加入我的好友 小老鼠Y1S528 小老鼠Y1S528 台股新攻略祝福你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首先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